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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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 进入南举戏文 还有北举杂举 李宗盛 我一再说过 这两个巨种 是中国戏区史里边的 长江大 就像我们中华大地上的 这个黄河 就是北起杂举 南起戏文 就像长江 他们的 原生的时代 就大戏来说 是比较早的 他们形成以后 发展的 没落 也是 最 壮大 绵缘不绝的 绵缘不绝的 所以我说它是 西区史上的 中华大地的长江大 是这个缘故 我们三个礼拜 所说的 这个 这个 宋元的瓦瑟锅兰 以及瓦瑟锅兰里边的 岳父书会 我说如果没有宋元瓦瑟锅兰 和他书会中的 才人 岳父的歌迹 做这个艺术的推手 我们戏群 有小戏 要壮大为大戏 就不知道 要晚多少年 因为 我们的戏群 大戏的 过程的元素 是多的还少的 很多 我把它归纳为 九种元素 而这每一种元素 它呢 本身都要发展 由粗阶 简络 到 复杂 精致 那你要到大戏 当然要发展到 高阶的精致的元素 它元素与元素之间 是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磨合在一起啊 不是容易的 我们说三个基础 割五月 你割月 割五 还有呢 这个 诗歌 我说割五月 你割五 割月 还有割五 乃至于割五月 三者融会在一起 一个比一个难啊 尤其叫割五月的融合 相当的难 世界的表演艺术啊 把割五月融为一体的 融为一体的表演艺术 多不多耶 很少耶 然后我们呢 中华民族 割五月融在一起 相当的早 然后再加上杂技 加上 这个演员 这个演员 结社 加上代言体 等等我们所九大元素 融会在一起 构成一个有机体的艺术 这相当的难 也因此呢 我们的戏曲的演员啊 本身所具备的艺术修备 他就不是西方的歌剧演员 或东方的歌舞伎演员 所能办得到的 因为他必须是舞蹈家 第一是必须是歌唱家 第二是舞蹈家 第三是音乐家 如果像绵安芳这样的 更高的一个表演艺术家 他本身既是文学家 又是戏剧家 这种修为的人啊 是很高难度养成的 所以古人说 所以古人说 你呢 三年出一个状元 十年出不了一个怎么样 一个戏子 其实应当说表演艺术家了 是这个缘故 那么这些职性 能够具体呈现出来的 就是南起戏文 别起杂技 这些大戏里边的演员 可是由于古代 读书人都不重视戏曲 因此戏曲的文献 戏曲的地位 所以演员的这个什么呢 更被看成等同 苍几乞乞乞乞 那样的身份地位 他所擅长的艺术 当然不行 剧作家 书惠才人 都是落脱的戏曲家 到了明代以后 虽然也有一些 大光贵人 考上科学的这些 这个 科名出身的这些文学家 可是他们呢 愿意把自己当作 戏曲是我的专业 是我这辈子的这个什么 作为要努力的 人生的理想核心的 少之又少 所以常常呢 就用笔名 生怕人家知道是他写的 而且明代呢 又产生了很坏的风气 老是去作风不营 说你写这个地本 是在骂谁 是在嘲弄 哪个大光贵人 所以呢 弄得人心惶惶啊 常常因此 就是得到一种 这个什么 不齐的这个灾祸 这又是一个 相当普遍的现象 所以使得 剧作家 来 以戏曲要传明传世的 并不是很多 那么 也因此 大家就变成呢 在从事创作也好 从事这个娱乐享受也好 就都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然 慢慢的呢 你问他说 南曲细文 怎么样 原生出来 怎么发展出来 别曲杂技 怎么原生发展 慢慢的 统统不知道 所以到现在 任何一本 戏曲史 碰到别曲杂技 南曲细文的 原生的历史 通通 是一种揣测 各说各话 像我们这个讲 发给各位的奖励 把他条理没落 梳理清楚 建立一级的学术观点 我们是第一人 好 我们是第一人 那我为什么会 注意到这个问题呢 那是19 好像九几年了 我带领我的六个学生 到福建去做田野调查 同时也是参加在这个 全桌 召开的这个 国际南馆 国际南式学术研讨会 我那时候 只是参加 并没有发表论文 也没有参与 这个去讲评 等于做一个外来的 这个学术宾客 那么在那一场里边 大家讨讨论的 就是 这个南齐细文 怎么样 原生发展 其中光这个什么呢 是一圆 多派 就是原生于一个 一个地方 一个源流 但是它流泊出去 多派 还是多元并齐 同时也好齐 一个源流并齐 草的两派 几乎要打架 其中两个一南一北 个子都瘦瘦了 瘦子有时候脾气比较大 好 这个 吵得不可开交 那天 那个主席 是他们做过 福建文化厅长 这个退休的 他就一定要我发言 我就不客气 用了25分钟的时间 因为普通一个发表论文 最多15分钟 10分钟 我用了25分钟 去发言 我说我对 南齐细文 没有写过一篇文章 但是我也关心这个问题 我就把我的 这个 观念 再当时候提出来 我们这个 这篇讲义里边 大概已经把这些 有没有 有 那个佩馨啊 你把那个前沿念一下 南系北剧是中国古剧研究的两大课题 学者研究偏向北剧 南系研究自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剧研究为宋元系举史 起其端续后 三陵年代 赵景深有宋元系文本市 前南阳有宋元南系百一路 陆坎如汉 与冯元军抗力合筑有 南系十一 五陵年代 前南阳又有宋元系文吉义 赵景深又有原名南系奥瑞 其主要成绩均在勾集序路 近四十年来 南系研究史拓展领域 前南阳新闻概论 专服编著古典戏曲存母会考 文艳资助南系新政 由其1988年4月 大陆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与福建省文化厅 在泉州古田联合举办南系学术研讨会之后 南系更明显成为戏曲研究的热门议题 正次讨论会 即有论文29篇 科威南系论集 1991年春又在泉州召开 中国南系继部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集结有南系一小一书 其间浙江省温州市艺术研究室 亦出版南系探讨集多集 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的艺术研究 亦美刊载相关研究 而金银森的南系研究变迁 和鸿飞朱建明演辑之细文叙录 以及于为名的颂严南系考论 也都是重要论著 1996年10月18日至22日 住者瑞琳所指导的国硕士研究生 由忠荣、郝玉祥等六人到泉州 参加第三届国际南系学术研讨会 并观赏鸿原系、高奖系、回贝奇的演出 受益获多 用于南系 住者未曾写过影子论文 帮其研究 既已成显学 前辈实现各处所见 又如花果敬凡 个人也因教学所需 或是阅读 雖未定技能 寒如樱花 然偶能从中感悟 一为南系指名称 渊源、形成汗流过 实为最紧要之问题 而学者真名尚多 及此次讨论会而言 一元多海说 与多国际其说 又相持不下 住者乃夫船简陋 于会议上八年 略如一集所见 其大量为 一、南系之渊源、形成汗流过之过程 从其本身名称之也便即可求得 一集图林村粉 为农村初启时小夕之名 永江杂句或温州杂句 为集取宋关本杂句成分 寄入程序而流过他方时小夕之名 戏文或戏曲 为集取宋代说唱之故事 乐曲成分发展而为大喜之名 永江戏曲为流过于他方大喜之名 南曲戏文为北曲杂句而言 显见其势力以南北对质 南戏文、南戏皆为南曲戏文之首称 南戏文对北达句而言 南戏则对北句而言 二、学者所以有多元并其说 乃因未预计以下三个观念 其一、戏曲之始生为小戏 其成熟则为大喜 其二、小戏为简单之歌舞艺术 可以不远并其 大戏为综合性之文学与艺术 只能一元而多派 其三、剧种有体制剧种与腔调剧种之别 作为体制剧种之南戏 在其八元形成地 温州唱、温州腔 但流传至补田、泉州、张州、潮州 则过改唱、腔腔、拳腔、张腔、潮腔 成为不同的腔调剧种 而若就体制剧种而言 则仍皆属南戏 以上这些观念 获惑会议主席柯子佛先生 和在场学者的呼应支持 认为对于南西的名称、渊源、行程和流过 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应感详为论述 以救证方家 好 所以啊 这个观念 事实上 是我老早就有的 然后在那个会议上 因为他们争论不休 所以呢 我就把我的意见说出来 因为啊 大陆学者 小戏大戏的观念 那时候还不普遍 后来 我和游校长办了一个国际 两岸的这个小戏学术会议 才把他奠立他的学术地位 也就是说 细棋有婴儿棋小戏 有成长棋像成年一样的大戏 这个观念你看 距离现在没多少年 我那时候把这个输入给他们 第二呢 具种的观念 大陆只有 腔调具种 没有体制具种观念 那么 腔调具种和体制具种 是不同的基准分裂出来 一个就是由体制规律为基准 分出来的 像 这个别起杂技 南起细文 明清传奇 明清南杂技 还有 这个 施战体的板腔体的怎么样 的 这个帮子系 和 经济 体制规律不一样 腔调呢 我们一再说过 腔调是怎么来的啊 一个地方的方言 有不同的方音 方音以方言为载体 说出来的 就会产生 不同的语言旋律 各地方不同的语言旋律就是腔调 那么一个剧种要把它唱出来 一定要有它凭借的腔调 所以不同地方就用不同的腔调来歌唱 这叫腔调剧种 这叫腔调剧种 腔调剧种 与体制剧种可以互动的 比如说就体制剧种来说 然后 当它用不同的腔调来歌唱 它的体制规律可能就要调整 然后 当它用腔调唱出来的时候 你就由体制剧种变成腔调剧种 但是它根本的体制规律还存在 类似这样的一种基本概念 那时候大陆的学者没有 所以我一解说以后 我说 就这个小系大系的观念 一个baby 一个小婴儿 它只能发展到 它成年 它不会再原生第二个人 同样发展出第二个成人 第二个成人 但是它怎么样呢 它可以 在这个地方原生了 它在这个地方原生的时候 唱的 比如说 是昆山 那么它唱昆山枪 可是它离开了昆山枪 到了 海岩 它就海岩枪呢 就发生碰撞 如果海岩枪势力超过它 它就被海岩枪埋没了 吸收了 一说就变成海岩枪 所以它流传出去以后 它的腔调会改变 改变以后 对它原来的时候 就有不同的职性在里面 这叫一元多派流过出去 大家比如说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生长在 这个 台湾 我们用闽南话 来说话 用闽南枪 这个来歌唱 可是呢 当你留学日本的时候 你说日本话 你又到美国去 你又说英语 所以你一个人 可以不可以有多种语言 多种语言的这个 这个什么 所以这个就可以一元多派的分布出去 这些观念没有 就会互相 汉格不通 我们把这个 打通了 然后呢 我也向大陆学者说 南极细文许多的名词 它都隐含的这个巨种 原生的时代和它的职性 这就好像我们一个人 我和各位已经意在说过了 你一生里边 人家对你的称呼 事上就是你成长的历程 称呼你的本名 起码你是拿这个名字 去上学啦 所以小学老师会叫你 张文梅 那张文梅 可是张文梅在家里呢 可能她的母亲 阿梅啊 对不对啊 那又不一样 她的乳名 在学校有张文梅 好 当她得到 这个 那个 博士学位了 称她张博士 当她进入学校教书了 称呼她张教授 在大学里边 她做原发展 人家就称呼她原发展 类似这样的 她的这个称呼里边 代表她 某一个时代的生命历程 你这个巨种也一样 不同的巨种 原生发展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称呼 你把这些称呼去考证研究 巨种历史就会不会出来啊 推测出来了 而这种方法 这种前提 小巨到大巨 腔调巨种流播产生 各地方有不同的腔调这些概念 是以前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所没有的 所以他们只好在那边 饶嚷 不羞 喧喧嚣 就是这个缘故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 我们就是 有不同的观点 加上不同的切入点 对不对 切入什么 名称的变化 切入点 巨种名称 切入点 不同的观点 就是 戏曲的发展一定是由小戏到大使 戏曲要歌唱要演出 一定有当地的语言的这个什么呢 旋律做基础 就是腔调 那腔调会传播到外边 所以它会开展 等等这些概念 就是观点清楚 切入点正确 你的研究 当然就会开出 以往没有的花筒 我们呢 我们呢 在《别曲杂句》 也采取了 同样的这个方法 像《别曲杂句》 有厌本 厌腰 然后腰末 腰末下边 相同的 有朗末 还有 黑末 可以摩 黑末 可以摩 等等 都类型相同的 秒了 类似这样的这些名称 就在北曲杂志里边 可以找到 我们南曲细文有哪一些呢 各位看看 这个南细之名称 第一叫什么 有勇家戏曲 按照资料的时代出现 戏曲戏文南戏文 还有南曲戏文南戏 温州杂志 还有呢 各位翻过来 勇家杂志 富林深寿 南词 南曲 传奇 这样的十二个名称 是按照材料出现的早晚排列的 可是 材料出现的早 不一定它就是 描写它是最早的原生时候的名字 因此呢 这十二个名称 费心你在第三页 把这一段再念一念 以上十二种名称 徐卫南思续录一书 即用了南细细文 有家杂句 吴林深宋 南曲南思的六个名称 叶子齐草顾子 用了细文南细 陈浩本白布记 用了细文传奇 夏敌之青龙基 用了南细细曲 中市场路本部 获作南细文 获作南细细文 注尼尾坛 用了南细温中杂句 何良俊 自有灾重桌 用了南细细文 皆各有二称 可见其名称诸佳上路日子 姻缘情势未能合一 接着 就这十二种名称来观察 可以分座以下文序 一 吴林深宋 二 温州杂句 永迦杂句 三 细文 南细文 南曲细文 南细 四 细曲 永迦戏句 五 传七 南细 南细 好 各位看看 这些名称 从资料我们把它记录出来以后 先说这一些啊 记录的这些学者 有没有很清楚的 对他所用的名词 有一个 叫这个什么呢 具体 或者准确的概念 要告诉我们 没有 他也就是随性用到哪一个就哪一个 所以 同一本书 只称同样东西的 或称这个或称那个 可见那时候是什么呢 杂乱无章 都是片段的资讯 大家莫中一世的时代 我们碰到这样的这个材料 第一部书里就是说 它有五个类型 各位看看这五个类型 有没有乱来啊 没有 像忽林生树 它很特殊 温州杂居 永迦杂居 温州永迦本来就是童子一个地方 古今或者这个时代不同的这个地名 变化而已 那西文 南细 文 南细 西文 南细 显然是怎么样 有什么 有什么省称出来的 最全面的称呼是什么 南细 西文 在省称是什么 南细 文 偏向它的这个文学方面就称细文 偏向它的这个 这个地域性的 演出的就称南细 好 那南细 细游下细 这个细渠 细渠 细渠 和细文 细渠 是不是词位结果很相近啊 但是细文 细渠 可以看出哪一点现象啊 重文的称细文 重渠的就称什么啊 细渠 那各位知道 我们的传统戏剧 是文学和怎么样 音乐的结合 重渠文学成细文 这个细是由 这个文学演出的 这个文学演出的细文就等于画文 画文就收唱艺术里边的画本 画本里边的文章 那那个传细 南词 南曲 这是个范称 很明显的可以看范称 它只是告诉你 这个是用南方的音乐语言的曲 叫南曲 南词就强调它的文学性的词 强调音乐性的就称曲 然后传奇呢 只要故事曲折引人入胜的 自古以来 有许多都可以称呼传奇 唐代有文言小说是传奇 宋代有朱公调是传奇 原杂剧也可以称传奇 南曲戏文也可以称传奇 因为这些作品 体类不同的作品 它们都是运用曲折引人入胜 不是人间一般能有的事迹现象 做题材的 因此叫传奇 好 你看我们对这些名词 怎么样处理 佩馨 其中第五组的三个名称 都是借用而来 传奇数字唐人黑心有传奇六卷 因为小说内容曲折 行人其事引人入胜 所以情节特性与之相仿的 诸公调 悲曲杂句和南曲细文 便也借用文明 而南词与南曲 则借主体之词曲 为此种戏剧乃用南方之语言与音乐演唱 强调其语言即称南词 强调其音乐即称南曲 可见这三个名称 均仅就其片面性格而言 所以没被拒之评论 此外的九个名称中 从陆轨不得之 南细文实为南曲细文之省称 更由此推之 南细当为南细文之进一步省约 又从草木子得知 南细用于北院本对举 北院本及北杂句 所以自有斋从说静云 金元人呼北剧为杂句 南细文细文 明显以北剧南细对称 杂句细文并提 而就是金元人才有的称呼 再从草木子和南细续录之 自称南细又称细文 自两间组件 明显以南细称 与北剧对立之剧种 而以细文称其剧本 更从青楼基南细与细文同 千语杂句并列 所以错根部的细曲自是细文 而水云春稿的永迦细曲 也就是永迦细文 住者以为 有关南细的这些不同的名称 就和一个人又有古名 少有学名 长有字 老有好一样 由每一名称所代表的异议 即可观察其整个生命史 这也和中国唐宋元明清 历长历代一般 尤其建号四弟 即可改建其历史变迁之过程 因此南细的这些艺名中 其实已经影韩其渊源形成与流布的过程 那就是 武林宣秀建其渊源 温州杂句 永迦细 建其成为小戏与流布的国力 戏文戏曲 建其由小戏继续说唱文学 包展成为大戏 永迦细去 建其大戏向外流布的现象 南细 建其益于北居士君利益 以下请逐次论证请说 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论述要怎么样 一层 推进一层 环环相扣 开展你的这个 观念的宣打 和你论文的目的 这个各位也要学 首先我们先排除 排除什么呢 排除那一些 那一些不必要讨论的共产性的名词 留下那些值得讨论的东西 这些讨论的东西 你又如何建立他的这个 先后的秩序呢 先把结论 摆在那边 把它说出来 让读者 可以先了解你的结论 只去 你反过来 一一证实 才不会叫他怎么样 因为复杂感受到凌乱 懂吗 先把你的结论告诉别人 为什么我能够这样结论 我一个个说给你听 如果你把那个什么呢 不先把结论说出来 一个一个考证 往往啊 读者已经被你在那边考证了半天 也弄得分头转向 你再提出结论 他的那个接受度 就不会那么清楚 各位 我们啊 写论文啊 其实就要如何 引导别人 坠入你的过程 来信服你的怎么样 你的说法 你讲的道理 所以这里边就有叙述的技巧 和叙述的门道层出 先后是很重要的 其次呢 我们就开始啊 一个一个来探讨了 因此呢 南西的渊远 从护灵生寿到永家杂聚 这都是属于小戏的阶段 小戏的阶段 这个护灵生寿这四个字啊 哇 我的老朋友们 包括我引用的那些老朋友 可是他们一个一个都归到山了 这个 就是二三十年间 就都变化了 他们呢 都有看法 而且啊 尤其像这个洛蒂 他呢 可以说用力很深 诺蒂先生 在学术界是一个 比较特殊 因为 他的 想法 常常突出其来 新鲜感很大 我和他是极好的朋友 两个见面呢 他比较大 哥良呢 总要拥抱一下 喝杯小酒 聊聊天 但在学术上呢 我和他很少磨合在一起 我都不敢给他看 因为我都是在反对他 但是我们是极好的朋友 像 这些呢 考证福龙 这个 福龄生寿 这四个字 我就不再一念了 各位自己阅读 我只要说个概念 那就有时候啊 对一件事情啊 用力很深 求之够深 反而是费力 反而自我 迷失在里面 因为好些事情啊 如果他 很简单 你就要简单的去 对付他 如果他层层要剥丝搓卷 你就要层层 把它剥 把它搓 而不是你用力多 用力多 往往容易互惠 譬如说 譬如说 富龙生寿呢 这四个字啊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认为 他表面已经都可以看出来 就像 我和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叫徐福明先生 双人许 福祉的福 明白你 他写的论文 只要看到他名字 你们都可以看 他绝对会给你受益 他是一个 有见识 有深度的学者 可是呢 他和罗佑有一点不一样 同样的 我们戏剧史 有一个乱谈 乱七八糟的谈 缅男话叫乱谈 他花了两万多字 结论和我在课堂上 乱谈啊 顾名思义啊 就是昆山腔 在文人耳朵里边 已经怎么样 成为艺术歌曲了 忽然间 从陕西跑来一个陕西邦子 到北京 北京的这些文人们说 这这这这简直乱谈一起嘛 乱谈 就是这么来的 就这么简单 因为乱谈最起先称呼的是 陕西邦子 你想陕西邦子是怎么样 高亢的 用邦子节奏的 对不对啊 锣鼓先天的 你这个什么用 消敌 来扮作的昆山水魔调 幽缘 幽慢 一字三音 细腻优雅 听惯了这个在罗谷先天 你会受得了吗 你不说他乱谈一气吗 他把乱谈的名词找出来 我说乱谈的名词写出来的 都是我们俗文学的哪一点 哎呀 阴同阴静的而变 所以乱谈有各种写法 但都是声音上接近 写法有一点不一样的变化 都是从乱谈这点 颜世出来的词汇 所以我这个在课堂上传播很久 我看到他文章两万多种 结论和我一样 他就用心的 solo所有资料 起结果不出我们的根源 同样这护灵声术 我们也一样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 好各位 我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第一啊 那个 这个 复灵声术 这个词汇 我们的 语言里边的结构啊 我们的复词 基本上是两个字 那么 那么 所以复灵 这个灵为主体 复是它的修饰语 问题 复灵 是复来修饰灵 还是复灵是个语言单位 是个声音的语言单位 都有可能 那么 那么 声术 它是同一复子 声音 术 也是一种 声音 但是 声术呢 如果把声当作修饰语 术 当 主体 这个好像 就好像两个名词 陪在一起 可以一个名词来修饰 另外一个名词 可是声术 好像是一个同一复词过程的词汇的可能性 比较大 而声术在我们闽南话还存在 好 你声术真败 那声术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人的口吻 对不对啊 那口吻里边有没有情感 有没有这个 这个人的情绪的含印在里边啊 有 有 声术 就描述这个人的 那个声音的 那个 表达传达的那种 情味的 就是声术 那 那护灵又是什么呢 那护灵又是什么呢 你看 热地 哇 转了好多万 那么有些呢 是把它当一个 声音 护灵 护灵 种种的声音接近的 就变成很机灵 很顺畅 这又关系到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语言啊 好些是从戏曲的语言 转化为什么样 日常的语言 这个很多 但是也有从事情的口语 转化成为 戏曲的用语啊 这个比较少 比如说我们的 圣诞静默族的角色 原来都是事情里边的话 事情里边的话 你 蛋脚 各位都知道 就是解儿 出来的 生脚 静脚 就是书生如生 简化出来的 静脚 就是参君两个字 墨呢 是什么 仓福 那个 老太太 补儿 是从娘 亲娘的梁 她的这个省蚊 变成的 梁还记得吧 一个女字边 姑娘的梁 把这个梁去掉 简血成 占补了补 这就是 元代那个梁的简血 再把这个女部主班省略下来 不是就补了吗 所以补啊 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由 事情可以 转化过来 由 戏曲的用语 转化到日常生活语言 很多啊 今天呢 这个 某某 大昂请客啊 排场很胜大 这排场从哪里来啊 戏曲来的 场面 场面 很大 也是戏曲 过来 这个 中共 第几次 全会 开楼了 开楼是从哪里来啊 戏曲演出来的 好 张维梅 可是我们班上的 当家花旦 那 然后她是我们班上的 英俊小生 是不是戏曲演员 许许多多啊 许许多多啊 恢复一厢用 那个妇灵的妇啊 她保留了她的原型啊 是仓妇的妇 参君仓妇的妇 各位记得吧 那 那仓妇是汉参军 在唐代参军戏 演出对手的一个 古迹 灰鞋的演员 灵是什么呀 灵是什么呀 灵就是艺人啊 所以妇灵就是演出这个 倡妇这样的一个灵工啊 一个演员 她的身瘦 她表现出来的眼鸡 身口 一定古迹灰鞋还是 端章数目啊 古迹灰鞋 是必然的啊 那我们说过小戏的一个什么 共性是什么 一定是怎么样 小戏的共性一定是古迹灰鞋啊 没有一种小戏的演出 不是古迹灰鞋的 是妇灵生素 保留了就是告诉你 她还是古迹灰鞋的 大戏时代的演出 还是小戏时代的演出啊 小戏时代的演出的特色嘛 这不是很简单吗 所以我把它摆做 地方小戏原生时代的名称 也就南曲戏文 刚刚在温州初起时候 小戏时代的时候 大家就称到 然后在护灵生素 因此摆为第一 那永家杂具 各位知道 他也是宋代 宋代宫廷的宫廷幽灵 演出的叫什么呀 也叫杂具啊 宫廷幽灵杂具 我们说宫廷幽灵杂具 有没有流传到 社会来啊 有啊 这种迹象都有啊 所以宫廷 杂具 流传到 地方小戏 地方小戏的物灵生素 两者之间 会不会交流融合起来啊 就会 这很平常 我们台湾的戏曲 大陆地方戏曲 都会有这种现象 那么他 艺术当然会像宫廷 杂具来模仿 模仿 一种不外乎两种 一种音乐上要不要提升啊 一种是什么呀 演技 也会提升 这个被提升的小戏 因为宋杂具还是小戏 他传播到那边提升 他本身也是小戏 所以就称 永家杂具 温州杂具 还是以那个温州 永家这个地 为主要的 这个 原生提升的地方 那凡称 永家温州 表示这个具种 他还保存在 乡土里边 还是已经传到外边去了 一定是传播到外边去 人家才会称呼你是 永家杂具 富灵生硕 就没有说永家富灵生硕 因为他还保留在当地 好称戏文 戏曲 我们 中国的戏曲 要壮大成大戏 有一个不成文法 一定要吸收收收唱文学的滋养 收唱文学的滋养 你看看在宋代哪些收唱文学 各位 有珠公亮 有唱传 有没有 这个 古词啊 谭词 谭词 谭词当时候叫矮词 谭词有 还有在北方叫矮词 这都是收唱文学 收唱文学 有什么东西可以供养给戏曲啊 什么养分 丰富的 曲折的 引人入胜的故事 收唱文学 本身有没有收唱的音乐啊 有 因为他收唱 这个长篇的 这个 故事内涵 他的音乐一定 如果 诗战戏 板腔体 那他会 诗战戏板腔体的一种 大型的音乐 如果是 词曲戏曲牌体 那他一定是唱 转 或者是 珠公调 唱转一定到后来 复转 重复的一套 一套 转曲 我把它叫南 珠公调 珠公调 在北方 许许多多 公调的套曲 合起来 叫珠公调 珠 表示公调是多 南方的呢 南方的呢 叫复转 重复 一套一套的转曲 叫复转 我把它称作 南珠公调 这在宋代都有啊 所以 他一碎变 就成为 这个 大使 成为大使以后 开始留步了 所以有勇家戏曲 这个民族 流步到江西的这个南风 南风把流传到他们那边叫永家戏曲 表示这个戏是从哪里来的啊 永家 这时候的永家的戏曲不称杂句啦 可见他已经发展完成什么呀 成为大使的 那么这些时代 这些名称的时代 各位 古人不会告诉你 哪一年哪一日哪一日就来了 所以你要设法 敏锐的去找定点 什么叫定点呢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 打个比例说 今年呢 我七十八岁 言格说的叫七十八点八 台大医院都给我写七十八点八 我说我七十八 像各位同学说 我二十年前 如何如何如何 那么 这句话 你们知道我今年是七十八点八 推二十年前 那个时间点可不可以推出来啊 你就可以推出来 那就一个定点 那就一个定点 就利用一些定点 在推那些啊 可能性的时间 时间的那个 时间点的这个范围 一个一个可以推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大戏形成的时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年代 就是南宋的 南宋哪个钟啊 光中邵西年间 邵西只有四年 所以在这四年里面 毫无问题 南宋的大戏 已经成立 已经流布 已经演出很盛行 所以这个就是个时间的定点 所以这个就是个时间的定点 那么他的成立一定在他之前还是后啊 一定之前 那勇家戏群呢 那勇家戏群呢 杜中好像是什么十年 所以勇家戏群流布到南昌的时间也是定点 而距离了 距离了那个成立时间又有一段日子 所以他才能够 成熟到 可以流布到其他地方 去开展自己 如此你在往上推 当他 小细成立 根据什么样的 史料的记载 这个记载 显然看起来就是小细的时代 那把它定位为小细 大开原生的时代 勇家杂具 当然往后 那勇家杂具 会流布到民间的时代 将一个一个把它 布置出来 整个南系的 原生 大系的成立 发展的历程 基本上就可以建构出来 而这种建构 可以有这样的具体的 建构和理论基础 是我们这篇文章 开始的 而且还没有人类来反播过 没有 我1996年写到现在多少年了 在2019 96 二十 二十三四年 二十三四年来 起码没有人 来 来这个 批驳 另外一篇也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建立的论述方法 没有人能超过这个论述方法 或者他们都在那边捉锋不影 从套数从什么都是抓住 像大海中的一根稻草一样 你怎么抓得住呢 这个目前为止还是有这个地位 可是啊 在不知道几年前 在不知道几年前 你们看我这篇文章的附录 第几页啊 各位三十一页 护论 勇家杂具应成立于北宋考树 那就是因为啊 有几篇文章 有几篇这个资料 是被人发现的 我把它呢 拿来重新考核 我最大的观念 和应用这些资料的学者不一样的 就是呢 就是呢 他们里边呢 有那个圣诞两个字 像三十一页 这一篇资料是 是 关键的文献是 是 是 是就是和尚的这个意思 文颖 一个和尚叫文颖 成熟于北宋神中原封间的 玉虎也史 玉虎也史记载的就是 五代时候的南唐啊 韩西寨的这个故事生活 那么韩西寨呢 他第三行 第二行 往往 这个应当做特啦 往往特出外灾 以兵客生蛋杂储 外灾就是什么叫外灾啊 不是自己的后房 啊 内室 而是外边接台宾客的那种 类似现在的厅堂啊 以兵客 兵客他请了个人 而生蛋 以兵客生蛋 那个蛋呢 有些版本 没有 有的有 杂储 那生蛋兵客杂储 各位想一想看 兵客什么叫兵客啊 在古代 兵主 地位相等 客人 就是兵的随从 叫客 那兵客合起来呢 有可能就是 兵的意思 生蛋杂储 那可见 生蛋的地位 能不能和兵客 一起 并起并坐的啊 严格说 不能过的 那生蛋又是什么 又是我们戏曲里边 圣诞节目 找到生蛋 你看这个时代 北宋啊 神中的时候 有生蛋这样的名书 接着呢 所以啊 许多这个学者 觉得啊 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有生蛋呢 所有都不承认生蛋了 就是我们现在戏曲里边的生蛋 好些学者都这样子 可是各位再翻过来 我有一个朋友姚小沃 他把他的文章给我看 他的推论是错的 后来 他服了 就不再 主张了 否则他 一向是非常的 坚信自己的 各位呢 还有 另外一个 是福记先生发现的 三十六月 三十六月 又出现了 也是 是 平行 你有没有找到 三十六月 是倒数第三行 倒数第三行 是那个吗 对 不是 然后他 长 他还有这个 也有生蛋的 三十五月的 中间 是 有 有 星恋成人 对 士林生蛋 对 星恋成人 这 星恋成人 这个意思啊 很简单啊 就是我是个老熊的人 啊 你们忽然念到 想到 想到我这个老熊的人 啊 士林生蛋 一样 杜尊全白雪 流量工商 显然就是歌迹啊 演员之类的 啊 和前边 那这个水云春稿的时代呢 是 是 是这个 呃 原初 原代初年 好问题 我是主张 这个生蛋 绝不是 一般学者说 不是 不是这个 戏局 圣诞进冒主的 圣诞 我认为啊 好些东西呢 在民间 在什么流行 他呢 这个 潜藏了很久 然后呢 资料因为零碎片段 当时候人不重视 那么如果那个时候 就有我们现在的 生蛋 他又是南方的 所以南区细文里边呢 在那么遥远的时代有 生蛋了 而我们知道 那 生蛋是南区细文大戏里边的 怎么样 的角色啊 这个目前就无法解释 所以我就说 他应该是涌家杂具啊 里边呢已经形成生蛋了 涌家杂具发展为大戏 发展为大戏 也是很长的历史 因为大戏 因为大戏要 成立 必须要瓦瑟 瓦瑟 对不对 那时候还没有瓦瑟 所以这个 这个 涌家杂具 这个 这个可以在民间流播的 生蛋期的这个涌家杂具 是相当长的时间 我只好自我这样 来解释 否则的话 像这些就是我前边怎么样 前边啊 考证了半天 结果没有办法 来说明这个 矛盾 有好多的大部分的学者 就把他淹没下来 自己不提让 糊里糊涂 但是我们不能如此 把他截住出来 泡砖引玉 可能就会有解决的一天 那现在有有可疑解释的就是 小戏的时代 在南渠戏文 还是相当长的 这个护灵生寿 可能在北宋的时代 就在 温州这个地方 都已经延伸了 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 南宋 这个 北宋呢 渡江到南宋这一阶段 我们是要这样来 诠释他 可以说的过去的 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瓦瑟国兰 瓦瑟国兰 宋人中 开始有 但是不会一下子就孕育出 这个大事出来 所以像这些啊 各位就是 你发现的自我 矛盾挑战的地方 所有的学者都认为 这是不可能的 就把他火定掉 他明明他说生蛋 你怎么可以 歪曲的解释他 是别的意义呢 这等于是存在的一个问题 那么 行程以后就要留伯 留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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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过 他就用不同的声枪 留伯 到某一个地方 产生一个新的腔调剧种 我们所知道的 有南风 有杭州 可是 文献没有记载 但是现在呢 却存在着事实 那就是 那就是浦仙戏 和泉州的黎元戏 这两种戏演出的剧目 和南曲戏文的剧目 重叠了很多很多 那个 刘念珠先生 人非常地 温和和道 他呢 就为了研究南西 就泡在 泉州 还是莆田 我忘了 三年 一个学者 这样气牙不舍 在那边三年 这都是啊 令人敬佩的学者 最近我读了 邓长风的 明清 这个 传奇作家 考略 他只活了四十几岁 从大陆 到 这个 华盛顿 白天 打工 白天 泡在国会图书馆 晚上打工 在里面 翻页 国会图书馆的书 把这个 明清 两代的 埋没在文献的细节家 一个一个把他挖掘出来 有的比较重要 他就整个生命史给他考树 比较次要的 他就录原始的记载 他就 形成了一个大概四十几万字的 就给 明清 传奇作家 考虑 他事实上是分作四边 现在把它合起来为全边 他就 没有完稿 就去世了 像这种人啊 都是道地真正的读书人 为天下人 做那一些 这个 为天下人翻阅诸料 读书 提供他的成果 都是极可配的人 人物 那留恋之前呢 就为了研究南系 写了 南系十语 记录那些剧目 研究 可惜呢 他对于 南系的原生发展成立 却是错误的观念 他错误的观念 认为 南系是 多元并起的 是温州 福建普田 全州 张州 都同时 都同时有南系 而事实上 应当是 温州 成立大系的南系 北流到 杭州 西流到 永家 这个还建议记载 可是流到 莆田 全州 江州 江州的 法兰没有任何记载 可是有戏传下来 朴仙系 黎元系 张州 也有 和曹州 也有后来的剧本的 知识马基 可以考察 那好问题 这四个地方 也是南系流布的区域 南系流布的区域 他的剧目 传世的南系的剧目 和普仙系 这个黎元系的剧目 重叠相同的 很多 这就不是 这就证据确凿 他是流布地 刘炼智先生 他认为是多元病情 是这个观念 的问题 大泰 南系的传布地 就类似这样子 好 我们 下个礼拜 再把 别曲杂具 还有地方 小夕 地方小夕 小夕 地方小夕的原生 这些我们说过没有 没有 补充这个地方小夕 如何原生的一些现象 补充一下 重要是 如何去研究它 在那么多的 纷扰的资料里面 你如何研究它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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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